海贼中,陆飞花是坑索龙的日常一览 索龙作为陆飞的船员到底有多惨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陆飞非常坑害索龙的名场面巴 作为睡神附体的男人 平日中索龙睡觉都是雷打不动的 但船长陆飞竟然因为在海上救了一个人 导致在抓回的时候利用索龙来刹车 被甩入大海中的索龙终于醒了 自此索龙首次产生了要看死船长的念头 除了睡觉以外 索龙在日常散步中 也会突然遭到船长的直接拉扯 简然索龙无法接受船长的这种操作 要说在战斗中索龙也没少被船长分 首先是对战阿龙时 刚被救出来的陆飞就迫不及待要求索龙换人 丝毫不顾此刻正在被阿龙抓住的索龙 在千年龙片中 刚打算认真战斗的索龙突然听到了船长的呼喊 还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索龙就已经被抓回了船上 平日中陆飞与索龙也会分开行动 但每次只要巨石 陆飞总会第一个扑到索龙的身上 简然这会造成索龙不大不小的难受 在和之国片中 是个白鸡再次相遇索龙的陆飞 立马便兴奋地扑到了索龙身上 但不得不说陆飞的文当炮 让索龙有点喘不过起来 说到莫名其妙也会被陆飞突然坑害 正走在路上的索龙 突然被陆飞驾驶的船撞了个阵着 正在荒芜的沙漠中缓慢前行的索龙 也会被突然找到飞银出的船长瞬间带飞 船长永远都是安全着陆而自己则是伤害拉门 这也是他罕见的拔刀恐吓船长的名场面 即使路飞并不是专坑索龙一人 防暴团全员基本都遭受过路飞不大不小的坑害 比如为了赶着出航也会带飞三人 为了体验一把极致的蹦击 他会环抱着所有人高空坠下 在即将离开左屋岛 路飞仍然继续这个爱好 但显然逃不过矮大的环节 单论数量那必定是索龙第一 啊 行得过来